白色轿车停在路边 人行道走来两名男子 靠着车门对里头说话 但仔细看白衣男手上 拿着球棒摆在背后 黑衣男手上更是握着一把刀 讲没几句话突然跳上车 驾驶也急忙开车闪人 会这么慌张 只见白车车头才刚往前 后方马上跟来一辆警车 停在他们刚刚停的位置 两名冤警下车寻望后 又匆匆忙忙跑上车 原来他们接后报案 有人当街亮刀棍 就在几秒钟前 目标才刚出现在自己眼前 一路追赶到下个路口 对方被卡在红灯 同团警力冲上前 把人拉下车 黑衣男第一时间 还不肯配合被压制在地 其他人也只能乖乖就范 事发就在新北市三重 上午9点多路上有不少人车 不过一旁有店家已经营业 当街迟刀寻仇 原来双方人马本来就认识 因为有些嫌隙约在这谈判 没有想到看到警察来了 他们拿着刀棍直接跳上了对方的车 但是往前跑了不到500公尺 就被揽下 警方出动十多名警力拦截微步 压制四名男子 调查发现当下有灵性男子开车 被他载的26岁黄姓男子 其实是诈欺跟毒品通缉犯 为了不想被关9年四处躲藏 而另一方则是有25岁黄姓男子 带着柴刀跟球棒赴约 朋友到场帮他拿着球棒助阵 跟着被依设为法送办 车上被搜出安非他命卡系统毒品 和三面味道车牌 就会为了出一口气替自己讨公道 但话还没说完就被抓 不仅为此多被上了几套刑责 犹豫的小船恐怕更难修复 听不懂我觉得这样麦姓的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